這次華東邀請到荷蘭、巴西、日本三國 上大花會拍賣市場的經歷來參加聖火 還有來自外南、印尼、印度、町町 世界各國藍頁相關的首相機構單位 學者專家各一組會 希望就由南會散頁論壇 B2B、蔡港、恰町町 南會拼進電視發表會町町 讓南會押者更清楚市場的訴求 今天的產業論壇以及產業展 基本上是讓許多業界 以及外國的嘉賓、買主 他們能夠深入探討南花的產銷 以及他們所要訂的規格 可以幫助國內的南花業者 了解國外的市場狀況 基本上我們的產業 永遠跟著市場走 永遠跟著消費者走 而且今年華東也第一次邀請到 東南亞的國家做回來倉務 希望了解這些新鮮國家的訴求 讓問題邀請到一處就能了解到 全民旅車更多的資訊 民旅民車營業的賣主 這樣還要全球人會發展的幸福 到未來發展的苦逝 這可以馬上來應營 並且制定最好的保佑發展方向 今年是第一次把這個 我們東協的國家 把南海的國家放進去 以前我們都只著重在歐美市場 那今年特別有越南、印尼的這個代表來 還有甚至於到南亞的印度 我們新南向政策也包括南向國家印度 所以呢 我們覺得其實讓新興的一些國家 他們對南花的消費 消費歷史很驚人的 所以我們把他們的意見納入 把他們的形態納入 也讓他們看看我們台灣 南花產業的強項的一面 互相交流 對彼此都有幫助 市長的外衛體還表示 台灣南海產業 疊平靜背後改良 市長的調節應變相 都有真強的競爭 就參加時變形金剛一樣 就由這處的國際電欄專壓論壇 不只為了本地南花抑制 創造國際化的北台 也能讓世界各地通路上代表 看到台灣南亞的勢力 我們在新聞社會後面上報導